由于下半年出口尾迷使得人们对今年是否能实现贸易1万亿美元议论纷纷 上个月情况似乎有些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协会举办了一次大买家邀请下谈会 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出口亮起了红灯 但随着今年10月出口创下472亿美元的成绩 实现了4个月以来首次增长 分析显示这是一种摆脱从出口和进口都有所减少的不景气型盈余的信号 证明了最近实施的出口扩大方案对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为此韩国贸易协会在COEX举办了今年最后一次邀请大买家的海外营销综合展 包括加勒福等大型流通买家和流通企业自主开发的 PL商品买家等共150多位海外买家参加了此次下谈会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与大型买家之间进行紧密合作 扩大国内企业销售的大买家俱乐部 在本次洽谈会期间又吸纳了七个新的流通企业 本次活动聚集了包括地方政府推荐的中间企业 中小企业等在内的千余家国内企业与海外买家进行了商务洽谈 此外还展示了具有韩国特色的食品 厨房用品和生活用品等吸引了买家的眼球 本次活动在短期内能够创造增加出口的效果 还将使国内企业获得长期的出口效率